加纳总统当面斥责哈里斯 在中国事务上给我闭嘴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朋友大野猫 这个加纳总统呢 在当着这个到访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啊 就是你哈的姐 喜欢哈哈大笑的一位啊 当着他的面 告诉他 你在中国问题上呢 给我闭嘴 别在中国问题上给我造谣 你那点东西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怎么回事呢 美国这个总统贺锦丽啊 就你哈的姐呢 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非洲行 他的目的是反恐 以及应对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影响力 这么一回事 这个哈的姐呢 最近也不太容易啊 这个网传啊 应该是白宫听传师啊 从拜拜登耳朵那块 哎就听着了 听着啥呢 就是拜登呢 对这个就咱美西宗啊 对咱哈的姐呢 非常不满意 说哈的姐呢 水平太差 然后呢 能力太弱啊 干啥啥不行 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活啊 让他搞一搞 这个美国边境 美国边境这个事 结果整个美国边境 变得那什么 变得形同虚设 然后一大堆润人呢 就润到了美国 现在呢 根本就挡不住了 哈的姐呢 没办法 让他呢 负责一下欧洲事务 他到了欧洲 欧洲人一问他问题 他就哈哈大笑 你说你这么整呢 而且呢 据说啊 我只是听说 就是说 有人说呢 哈的姐呢 这点不太温柔啊 不太温柔 就是 也就是那个 床上功夫不太好 不像咱贝尔伯克啊 贝尔伯克就是 德国这个蹦床运动员 据说这个贝尔伯克很厉害 床上功夫特别好 因为之前人就蹦床的嘛 对吧 人家搞一个三百六十度翻滚 然后七百二十度 再加七百二十度大翻滚 人家会 你哈的姐呢 除了哈哈大笑呢 就没别的 所以呢 他可能不行 所以呢 最近呢 听说呢 拜登呢 下次选举的时候呢 可能不要他了 或准备换一个 准备换一个 啊 怎么说呢 啊 比较 换一个比较嫩的啊 你明白我说啥意思就行啊 所以这个哈的姐呢 这次呢 也是啊 为什么让他去非洲呢 因为吧 你让你把他派到其他地方不太好 你要把他派到中国呢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呢 他这个能力呢 应付不了中国这种复杂的事物 昨天把他派到非洲 就等于说呢 把他打发到一个角落里呢 比较好啊 就是他自认为 美西松自认为 把这种人派到非洲呢 非洲人会感激不尽的 你看一副总统来了 其实呢 非洲这帮领导人呢 也知道这个哈里斯啊 就咱哈的姐 贺锦丽啊 傻水平 也就是说呢 他来了之后呢 哎 好 一点都不拒他 不害怕他 当他面呢 就敢指责他 就说啊 你在中国 中国事务上 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啊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了 所以呢 有必要说一说呢 美国的非洲战略 去年呢 咱美西松拜登呢 跟美国搞了一场 美国非洲峰会 不言而喻呢 针对俄罗斯中国 尤其是针对中国的 非洲峰会之后呢 今年的三月 左右神策军中尉 布林肯访问尼尔 知道他到尼尔 什么地方去了吗 美军在当地的一个 无人机的基地啊 去到这去 视察去了啊 不能说是访问 现在有一种迹象呢 就是说美国似乎呢 要取代法国 在非洲的业务 也就是说 之前法国留下那些东西呢 美国想取代 然后呢 前些日子 在中非共和国 有一个金矿 然后出了点事 九个中国公民遇难 这个事呢 现在呢 大概率啊 大概率呢 就是美国和法国 他们他们干的 应该应该是不出 不出什么意外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在非洲的战略呢 绝对呢 就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的 这么一回事 所以比如说呢 他现在呢 来加纳访问 加纳这个地方呢 对于美国来说呢 有一种历史的渊源 怎么回事呢 加纳这个 这个外海啊 有一座城堡 这座城堡 是当年黑奴贸易的时候 有大量的这个黑人 就经过了这个城堡 上了船 然后就远赴美洲 远赴美洲呢 一般就是去的是哪呢 先去的是古巴 然后折返去到美国 美国的那个非洲裔 基本上都是走这条道来的 也就是说 加纳这个地方呢 对于美国来说呢 等于说是他 整个美利坚民族的 一种发祥地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次呢 哈里斯去了 因为这个事是这个 黑奴贸易四百年 那个四百年周年纪念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是在2019年 2019年四百周年纪念的时候 1619年第一个黑奴过去吗 2019年 结果当年 美国当时的议长 老妖婆 南希·佩洛西 带着好像是一百多个议员 跑到他去搞纪念活动去了 搞纪念活动去了 然后顺便那跟非洲 扯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 说你需不需要反恐 你需不需要驻军 就这些 就这些东西 然后加纳就往上没勒他 说我跟中国刚签的 你别懒了 先别给我玩这个 这一次呢 这个贺锦丽也是带了好几个议员 也去了 然后同样的顾地重游 去了那城堡 走了那条门 说当年 当年他的祖先也是从这走过来的 好家伙 这感情搭的 然后呢 见了加纳的总统 第一句话 你看这个贺锦丽说的什么话 他说 加纳是该地区的民主支柱 正受到经济危机和安全问题的挤压 好家伙 你上来就给我来一个黄鼠狼给击败年 没来好心是吧 你想干什么 然后他又说是 加纳是非洲民主的灯塔 非洲民主的灯塔 一听这话 你就知道他来干什么了 他来的肯定不是为了加纳的利益 他肯定是来着为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 他说美国要援助加纳一亿美元 援助的还不错 援助的钱还不算少啊 一亿美元啊 挺多的了 然后呢 加强与非洲大陆的伙伴关系 尤其是加纳的伙伴关系 然后呢 要求给国会再给加纳1.39亿美元 来应对同工和这个改善天驱暴和抵御疾病爆发 啥意思啊 就是你这块有强迫劳动啊 然后我给你点钱 你把强迫劳动给我解决了 好家伙 你是来干什么来了 你是来宣传美国的价值观来了 还是来帮着加纳来发展来了 你想来干什么了呀 就这么回事嘛 对不对 然后这次去加纳是第一站 第二站呢 准备去坦桑尼亚 第三站去赞比亚 好家伙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呀 跟你咱根本这么说 这两个国家呢 跟俄罗斯跟中国呢 走得都非常近 其实在冷战的时候呢 这俩国家跟中国呢 走得就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呢 中国呢 不是帮着他们建了条铁路吗 如果老一代人都应该记得 就是坦赞铁路 它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这一次贺锦丽去那呢 基本上 现在咱就能明白了 这是在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 也就是 抵消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 然后打着反恐的旗号 就这么一回事嘛 现在呢 整个非洲的情况呢 对于美国来说 那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 美国塑造俄乌战争呢 是专制对民主啊 民主专制侵略了民主 这是这是美国的叙事 但是非洲人呢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他认为呢 这是反殖民主义的第一枪 俄罗斯呢 正在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只不过呢 俄罗斯呢 真敢去动枪 而这个加纳这些国家呢 他他现在是敢怒不敢言 也就是说什么呢 俄罗斯是站着站在第三世界 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 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 无论是加纳也好 坦桑尼也好 赞比亚也好 甚至南非 他们在行为上 口头上他可以说 说什么 说这个东西呢 我保持中立 甚至谴责一下侵略 但是呢 在这真正的问题上 在真正的这个问题上 就整个这个过程上 他呢 暗地里呢 是支持俄罗斯的 打心眼里呢 是支持俄罗斯的 他认为呢 俄罗斯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俄罗斯是真有他们的利益 中国呢 是真是帮着他们发展的 美国呢 你来这儿 这得捣乱来了 你来这儿呢 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不是民主 就是颜色革命 不是也不是颜色革命 就是混乱 然后让我们不发展 那这是你美国想干的事 你美国想干的事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美军这美国这次 贺锦丽跑到这个加纳 还说 说俄罗斯在你这儿啊 有那什么 有瓦格纳集团 我不太安全 然后呢 因为俄乌战争 你们现在啊 没粮食了 因为俄乌战争 你们现在的轰火膨胀很高 然后呢 因为俄乌战争 基地组织都来了 现在美军呢 可以来帮助来了 这不就很正常吗 很明显吗 他又要想通过美国的军事 军事驻军 然后呢 再与加纳这些国家的合作 然后去支配这些西非的国家 那这是当年法国做的事 现在美国要准备 重新做一遍 已经非常非常明显 这叫图穷比线 然后加纳总统 就我们刚才这一幕 就斥责了 当面斥责了贺锦丽 就是咱哈的姐 盖哈的姐 说你不要谈中国事务 你也不要谈俄罗斯事务 你要谈咱谈发展 你要谈咱谈独立 我想的是独立 我不想被你支配 我知道你想来干什么 你想说啊 中国在这块什么债务陷阱 中国在这块没有帮助我发展 想霸占我的资源 我可以告诉你啊 加纳当面跟着谁 跟哈里斯说 说什么呢 说中国跟他签了 超过20亿美元的 合作基建项目 你美国能帮我修一条路吗 中国可以帮我修一条路 中国可以帮我发展 你美国可以帮我发展吗 你美国不能帮我发展 跑到这来 拿了点拿了点臭钱 然后然后干什么 想改变我的社会 想让我这社会更乱 那对不起 你想错了 你给我一边揽着去 你一边揽着去 非洲人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非洲呢 现在要走自己的自主道路 而不是说 让你美国人 听你美国人的摆布 你美国人别想 用一亿美元 或者两亿美元 觉得就能打发 叫花子一样 打发非洲人 这是不可能的 之前 非洲人没有觉醒的意识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做 现在非洲人有了觉醒的意识 你再想这么做 那你就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小 你在这儿 我告诉你 我也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你喜欢就喜欢 当着面说大话 然后再不就哈哈 你这个哈哈没有用 知道吧 你拿出点实际的来 你在你的副总统 你这个副总统 在你总统面前 显得特别没有能耐 我也知道你特别没有能耐 所以这点我告诉你 你在这块想办的事 你办不到 其实加纳这块出这事 我可以告诉你 过两天 在坦桑尼亚 在这个赞比亚 也得出同样的事 你要谈中国问题 而且没人好心的谈中国问题 那对不起 在赞比亚 在加纳 不是在加纳 赞比亚和坦桑尼亚 哈里斯将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同样被当面斥责 同样被当面点拨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灰头土脸的离去 什么原因 原因是时代变了 非洲国家看到了这个世界 有另外一套选择 非洲国家看到这个世界 有另外一套发展道路 而美国不会给发展道路 只会过来搞混乱 搞掠夺 而中国能给提供 提供一条发展道路 能给提供一些发展的机会 那为什么不会跟着中国呢 也就是说 美国所给的公共产品是混乱 打着安全的旗号 制造混乱 然后再帮助你安全 中国给出的公共产品是稳定 是发展 是繁荣 那么为什么不去追求发展繁荣和稳定呢 非洲人又不是傻子 非洲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非洲人又不是孩子 非洲人也是成熟的人 这为什么这种选择就做不出来呢 美国你自以为是 你认为 你想当然 你想当然去支配我们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不是冷战之前 这个时代不是冷战之间 这个时代不是后冷战时期 你美国独霸全球 这个时代是你现在美国的单击霸权 正在走向历史 你这个美国的单击霸权 将被历史淘汰 而真真正正所起来的 这个多级世界 尤其是 由中国领导的这个 这个世界 由中国引领的这个世界 这个发展 繁荣 富饶 整个这个东西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希望 而你美国没有给我希望 你打着反恐的旗号 在这块养扣自重 你打着反恐的旗号 来着驻军支配我们 这个是你美国想要的 那就对不起了 你在聊中国事务上 你在聊这些东西上 我必须当面给你指出来 我想告诉你啊 你在我面前作威作福的样子 你在我面前就是说 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呢 哈里斯这次跑到非洲去 那就是自取其辱 哈里斯跑到非洲去 我可以告诉你 最后呢 不是满载而归 而是空空而回 最后他什么也办不到 到2024年 看看拜登 把不把他换一下 到时候把他换一下 也是俩字 活该 一边懒了去 就这么简单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这个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转发